Hi everybody, it's Tan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跟平常穿的不太一樣 我今天穿的是這種 長袖 感覺還蠻溫暖的 蠻厚重的 英文應該是講毛衣 英文是講sweater Anyways 因為台灣最近寒流來襲 真的是越來越冷 因為台灣好像冬天比較短 所以大家就不會裝 這個中央暖氣 那所以 就是自己要隨時注意保暖 那我也開了這個 暖暖包 我覺得這個超有用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國外雖然那麼冷 可是大家好像不太 流行用暖暖包 我覺得這個是 可以建議給外國人的一個好東西 好,那好像 講得有一點離體了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題目是 我發現台灣人對於科技方面 有東西 雖然台灣做科技很厲害 可是 一個 講出來的發音好像有點不標準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討論 五個台灣人講 或者是發音不標準的字 第一個字就是 Skype Skype 就是我們常常會用的一個通訊的 算是軟體吧 我發現很多台灣人 甚至好像日本人也會說 他們都說 Skype 那這個是 絕對是錯誤的講法 聽起來覺得很可愛 可是 在國外沒有人是講Skype 因為那個pe 聽起來就是 小便的意思 那你這樣講好像說 天空在小便 所以你講出來的話 去國外講出來可能會 如果人家 不敢在你面前笑痕 也是在心裡偷偷的笑 記得下次如果有遇到外國人 還是什麼的話 就要講Skype Skype 從最後那個E不要念 Skype 那第二個字呢 就是 也是另一種通訊軟體 那我們在手機上常常看到的 叫做 LINE LINE 那我發現 台灣人 好像不管老一輩 還是年輕一輩 都會講LINE 就是 就是那個N為什麼都不見 我也不懂 可能就是 好像大家覺得說 懶得 懶得講那個N了嗎 直接就講LIE 就講LINE LINE就是說說謊的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心講那個N 然後再講一次 叫做LINE LINE 當然你不用像我講的那麼誇張 就是那個N都講出來了 你講LINE就可以了 好 那說到MINE跟Skype 那這些兩個都是手機上可以用的一個APP 那APP這個字是來自Application 它只是Application前面取最開始的第三個字 APP 那國外的人都是講APP 那可是我發現台灣人不管是新聞啊 或者是普通一般的交談裡面 大家都是講APP 那 也不是說你不能講APP 可是一般 我們就是 如果有講A 就是會把那個字拼出來的時候 就是代表說 它原本是一個很長的字 它是取那個很長的字的字母 然後變成A是代表什麼 P是代表什麼 另一個P又是代表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ACRAME 所以 下次你要講 有什麼很好玩的遊戲 你可以下載這個APP 千萬不要再講APP 要講APP APP 那順便提到說 我發現有的人他會嘗試講APP 我會講APP 可是他們講出來的 聽起來的英文就是 AP AP 那AP就是 星星的意思 所以 離APP是很遠的 那你要知道它的原因 是叫做Application 不是叫做Application 那 你就講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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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連續 APP這個呢 我們知道 一般手機有分為 兩種作業系統 一個就是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Apple App Apple App Apple App 對 一種就是蘋果嘛 就是iOS的作業系統 那另一個就是Android Android Android 就是安卓作業系統 那Android的作業系統就是 反正 只要幾乎不是蘋果的手機 都是用Android的作業系統 那我發現很多人 都沒辦法 把這個字 講好 可能是因為 那個R那個 發音 比較 可是對 中文是母語的人來說 可能會比較 難 吧 對 因為我發現 台灣人 就算我們 就是 Belkame裡面有 R的音 可是因為台灣人 講話就是比較 柔軟啦 應該要這樣講 就是 我們那個R的音 就不會把它 講得很清楚 那 就是 如果 你講Android 就是 可能我想應該沒有人 會聽得懂你在講什麼吧 所以 希望大家還是 能把那個R的音 好好的發出來 所以我再講一次 Android作業系統 叫做Android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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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這個Droi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到就是 星際大戰裡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螢幕 就是說 有一個主角 他在被通緝 他被 他們的車 就是 被 扣留下來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用 The Force 就是告訴那些 stormtroopers 說 These are not the droids you're looking for 那這裡面說的 Droid 就是Android 的意思就是說 長得像人類的機器人 如果大家有興趣 歐巴可以 找一下這一幕來看 好 那最後一個字呢 就是 Laptop Computer 或者是 Notebook Computer 就是 台灣人就直接 講 NB 是覺得 因為我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聽人家講 NB NB 我真的聽不懂 他們在講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們在講說 筆記型電腦 那 NB當然就是 從Notebook 這個字裡面去 那個 N是Note B是Book 那 就是我剛才前面講的 就是 這算是一種acronym 可是 這是不正確的acronym 因為 Notebook 它是 一個字 所以你要取 它最前面的字 你只能去 N這個字裡面去 B這個字 對 而且 外國人沒有人 在講 NB的 所以 如果你去國外 你去一個店裡面 跟他講說 I want to buy an NB 絕對沒有人聽得懂 你在講什麼的 你一定要跟他說 I want to buy a notebook 或者是 a laptop a laptop a laptop 就是 a laptop 就是說 我們人在坐下來的時候 那個大腿到膝蓋之間的 那個空間 laptop的意思就是說 那種電腦 你可以把它 放在那個 部分 好 那 對 反正就是說 去國外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人家講 NB 否則是沒有人會聽得懂的 你要跟他說 我要買 notebook 或者是 laptop 那那個 computer 那個部分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講 可以不講 因為你一般講 laptop 然後 大家就知道 在講什麼 好 那我們 來複習一下 今天 我們所講過的五個單字 第一個單字就是 Skype Skype 第二個單字是 Line Line 第三個單字是 App 四個單字是 Android 第五個單字是 Notebook Laptop Notebook Laptop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還有什麼 覺得發音 覺得 不太確定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講一下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Bye